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來到7月22日的時間 當然一早早跟大家插播一節 很少這麼早跟大家做節目 跟大家講一講最新的新聞 就是關於美國的民主黨 將要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拜登 宣告退選 這件事我不會太意外 但我認為這樣做是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不會太意外 因為我覺得她的情況 很多這幾天的端危 都看得出她的退選機會很大 看回她近日的很多的表現 就發現她有很多力不從心 加上她在COVID-19 即是武漢肺炎中國病毒肆虐的時候 躲在自己的家裡 物貿和自己的家人 Gill Biden 和她的家人商議 和她的Ace 都夢在鼓裏 突然之間 擾讓了超過兩星期 很多人要她退選 要她退選的人 逐漸增加的數目 單日7月19日 至少37人 很多人都跳出來要求她退選 Chuck Schumer 我們以前說過 都說過 我覺得她退選的機會很大 當然她大了 我都說是一個五波的情況 不是一定說她一定會參選到底 但是她現在的情況似乎 即是她自己 刮自己很多白 原先說不會退選的 一定會選贏 一定會選到底的 她的競選總幹事 Jane O'Malley Dillon 以後這些講謊的人 記住Black List這些人 競選總幹事 Dillon還在說 不要理會CNN的退選論 拜登會選 也會贏 她身體不舒服 聽起來喉嚨比較差 因為她剛剛現在康復中 乾咳 而且喉嚨沙啞 她的醫師 就是Kevin O'Connor 就說她基本上就是逐漸康復中 她也染上KP2.3的Virus 本週內會回到競選活動 不斷地說 這個星期會回到競選活動 突然之間 嘩 信雷不及掩耳 在7月20日 星期日 21日 就說出了 她是 這個 說她一生 有很大的榮譽 她服務美國 她就經過她詳細的考慮之後 也沒有說什麼因素 就說她自己的政黨 即是民主黨 我國 即是美國 以及最佳利益 退選 以及她會做完 餘下的任期 直到2025年的1月20日 中午12點為止 30分鐘之後 她繼續放一個X的鐵文 因為上面這個鐵文 也是一個X的發出來的 接著30分鐘之後 突然之間發出一個X的推文 就說支持她的副總統哈里斯 即是中共稱之為賀錦麗 就說她任命賀錦麗成為副總統 是最好的決定 她說今天我願意給我十足支持 以及背書 endorsement 被這位哈里斯 卡馬拉哈里斯 作為我的民主黨 未來總統人選的提名人 她說民主黨人 這個時候 團結一次擊敗特朗普 這個就是她的說法 她繼續 現在都是在Delaware的 beachhouse到隔壁當中 她說這個星期 稍後 將會向全國提供 詳細的說明 她是如何造成今天的決定 當然啦 這樣搞法的話 這樣很大的問題 即是你這個時候這樣搞法 如果你是因為你辯論失利 而離開競選的話 我想這個很史無前例 美國創立國以來 從未試過一個現任總統 尋求連任 然後只是初選已經完成到 有三千八百九十六張代表人票 Pledge Delegates 給你的票 你都不去選的 你又不是說自己是病 你只是初選之後 進入到選舉論壇階段 六月二十七號 你輸了給特朗普 你輸了 沒有人宣告你輸的 每個人都覺得你輸的 然後你自己要退選 而很大的問題 我想她的精神 體力 我都講過很多節 都講到這個地方 不得不承認 很多左膠 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是說我 特朗普支持者 一定說我 就是在抹黑這個拜登 事實上她自己都看得到 她的身體狀況 出了很大的問題 而不是今天出問題 是十八個月來 起碼出了問題 好了 她現在要退選 哇 這個問題就大了 她如果要退選的話 如果是因為她沒有辦法去處理事務的話 那這個很嚴正的問題 就是她可不可以有資格做總統呢 如果你今天沒有辦法去選下去 那你為什麼今天都要做總統做下去呢 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范斯 J.D. Vance 說 呼籲拜登現在就辭職 如果你選不到總統 那你都做不到總統 應該立即下台 批評民主黨呼籲拜登退選 卻不叫他辭職 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OK 甚至他都批評 現在的副總統 這個哈利斯 說自己對美國 就是說這個 哈利斯批評 Vance 說對美國沒有忠誠 但Vance就說 我做過海軍陸戰隊 我創立一個企業 而你除了懂收支配之外 你還懂什麼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OK 那接著你看到 這個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 Mike Johnson 和眾議員 Tom Emmer 都紛紛說 如果你拜登不能夠選 應該立即辭職 拖退11月5日 甚至拖退明年的1月20日 風險太大了 我覺得還有幾天時間 還有半年時間 找一個按摩的 有病的 認不到回家的路的 叫自己國防部長 是the black man 說自己的副總統是Donald Trump 這個總統 他繼續做下去 那個紅色按鈕 那個行李箱 我怎麼可以相信 他不會按錯制呢 他亂說話了 根據美國憲法 第二十五修正案 副總統是有權利 去做這個叫他免職的地方 免職交給參議院去表決的 但這個啟動案 不是參議院的 而是副總統 現在他不做 由他擺在那個地方做總統 當他是什麼 當他是 關公啊 當他是什麼 這個 觀音啊 當他是鳳啊 現在整個美國是忽了 即是你今天這個總統 是不能事事 即是能夠看到一件事 不能夠處理一件事 不能夠親信 那你不就把權力交給人家 現在不是 那你想怎樣呢 那你如果你說你沒辦法選 那你沒辦法選 那你為什麼用辦法做總統呢 這個很嚴正的疑問 是不是 好了 你說你這個禮拜之內 會輸武詳情 為什麼你不一次過 這個時間是美國的日頭時間 又不是你睡覺的時間 不是你下班 八點鐘 說要下班的時間 為什麼你不把他一次過說清楚呢 而最離譜的就是 白宮的員工 和資深他的競選團隊 都只是在他自己發出X這兩個推文 或者他信件 之前幾分鐘才收到通知 即你的核心幕僚完全被蒙在鼓慮的 那他說過去幾天 就是反省他自己的未來 然後很秘密地做出這個決議 那白宮也都已經確認 拜登這封信是真實的 OK 這個歷史上首次 現任總統在初選之後退選的 而之前較近磅的呢 就是說在現任總統初選之前 宣佈退選的 就是占心 1968年的時候 3月 宣告不再連任 而他的副總統呢 是在黨內初選 這個 即是黨內的初選 因為他宣告不再連任 他的副總統參與黨內初選 而他的副總統是 Humbert Humphrey Humphrey 於是他就是 民主黨的候選人 對他是誰呢 Nixon 尼克遜 結果當然大家知道 歷史也知道 尼克遜贏了一場選舉 一路1968年 一路直到1974年 尼克遜因為水門事件而下台 之後福特 沒有經過特別的選舉 因為他下台副總統就繼任了 就做了不需要經過選舉的總統幾年 之後才給這個卡特 卡特就是選舉產生的了 都是一些很平庸的一些總統 即是你會看到 卡特是民主黨的 也都非常平庸的總統 那尼克遜 福特這些 基本上呢 雖然是共和黨 都是一些非常垃圾的總統 OK 所以美國總統也不是個個都這麼精明的 當然很多都很容辱 甚至沒有腐化 甚至沒有違規的 違法的 OK 但當時沒有告到尼克遜 是他自己辭職的 這樣算數 但大家要記住 Johnson 即詹深 當時他是未經過初選程序 自己宣布不再國族連任的 這個現任總統不再國族連任的例子 但這個之後未試過了 現任總統都想國族連任的 而去到拜登這個地方 因為他實在太老了 太老也不是問題 有病啊 你有認知衰退問題啊 那你一定要退 那為什麼 以前不說 那些深層政府蒙在鼓裡呢 激活你一直知道 然後呢 是不斷助長他 去到最後出事 出大包 眾所周知 才覺得臭屎難瞎 將他廢了 我覺得是後者 OK 那現在你看到呢 就是 特朗普的團隊 共和黨的團隊 亦都要想著 如何去對決新的對象 而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Vance 特朗普 和很多人 就算你之前說的 蓬佩奧 說的話 其實是聯合拜登和 Harris一起去打的 而這件事 打Harris 更加得心應受 就是我們會講到 民主黨現在急需要訂立一個 即是 這幾個星期之下的決定 因為剩下的時間 你看看 11月5日的選舉 今天是7月22日 計下多少日子呢 我沒有記錯 應該大約106日 以上 如果沒有計錯 100多日 以上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即是三個多月內 三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你要贏到這場選舉 而今天 你連民主黨 哪個代表出來選都不知道 再不要說要怎麼訂立一個程序 因為前所未有的 即是modern unprecedented 在現代 是從來沒有試過的 你要推出來的人選 不是你自己喜歡就行 只要說服全部的美國人 即大部分的美國人 認為你能夠升任 能夠贏到特朗 而很多的民意調查顯示 對於未來的情況 如果你說拜登已經授權給哈里斯 而哈里斯 卡馬拉克哈里斯 他是59歲 他年紀比特朗 小一點 小很多 但他的精力方面 特朗一點都不輸 哈里斯 他在全部的民主黨裏面 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 每十個 即大約六十個 大約六十個 六十個的民主黨人 是支持哈里斯 二十個是反對哈里斯 去競逐這一屆總統的 另外二十個是未決定 甚至沒有答案 我當你沒有答案那些 都有一半 是真的最後支持哈里斯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分法 就是大概有七成人 支持哈里斯 以民主黨現在 那麼多人支持拜登來說 你只剩下這個數字的七成? 沒什麼好悲 即是有兩成 甚至有三成的民主黨人 現在是不支持哈里斯 去繼續往前走 我也知道 現在有三十七個國會議員 公開表示 反對拜登連任 這個大概是十個百分之上 你這個哈里斯 有兩成三成的民主黨人 反對你 角逐這個大位 你不是可以呢? 而且哈里斯本身 在全國範圍內 做調查 40%的人 支持他 但是有50%以上的人 反對他 換言之 你一開這個盤 你已經輸了給特朗普 另外我們知道AOC 一個美國眾議院的一個極左派的議員 其實他知道哈里斯和他們 Saint Vedas 哈里斯是由孕於極左派和建制派之間 他可以擁有極左派的心靈和精神格局 然後跟建制派勾搭在一起 AOC其實都類似 這位加州的眾議員 他認為什麼呢? Well 你 建制派 即民主黨裡面有建制派 這些pro-establishment 希拉里也好 Chuck Schumer也好 Adam Schiff也好 後面那些奧巴馬 Clinton也好 其實心裡面都不想哈里斯去選 他另有所屬 所以佩洛西說了個名詞 就叫Open Process 就希望通過一個公開的程序 他沒有Fair Open Process 去達至這個結果 那最適合的Process 當年8月19日開始舉行的 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黨代表大會 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而這個Convention肯定是一個非常競爭激烈的情況 如果有人出來選的話就競爭激烈了 那現在呢 就是他要定立程序 要說服大家 但顯而易見 拜登是很難看的 終結了52年的選舉政治 而現在很多的議員 顧問、幕僚、捐款人 先前都相當憂慮 拜登 他經過一個民主程序 你民主黨是否先守民主程序 你經過 當然現在拜登是自己退選 所以你沒有說違反民主程序 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被退選的 大哥 你不要跟我說他自己自願 他被劫到退選 你速出動所有左派媒體 深層政府大舉出動 CNN、MSNBC、ABC 所有的BBC 一路去到Time 全部說要你Step Down 那你想一下 這個是深層政府力量 即是後面這一班 金主開始斷水後 你無款能力已經沒有Trump那麼強 7月沒有的數字 是你預計數字的四分一 乾堂 沒有錢 怎麽算呢 這就是問題 現在就是說 有幾個大問題在面對產生的 第一 錢 因為以前沒有進去給拜登那些錢 其他候選人可不可以用呢 可不可以Tap On這些錢 去繼續做這個選戰的基金 如果是哈里斯 卡拉哈里斯 卡拉哈里斯 就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戶口 是拜登哈里斯戶口 哈里斯去直接用拜登的錢 去和4700左右的黨代表 這些delegates重新去處理 但不要忘記 我剛剛說的 有3896個黨代表 已經Pledge了給拜登 現在拜登退 那怎麼辦呢 即是說他用這個 迫拜登自動退選的情況 很合法 合理 due process 講出這個地方 重新start過整件事 那你說這件事 我不會覺得是違法的 但不要忘記 你後面所做的每一個step 是沒有precedent 是沒有先例的 分分鐘很容易被challenge 而極左派的哈里斯和AOC 哈里斯沒有說是AOC 即是他有極左派 但AOC說 你們那群建制派 佩洛西等等人 其實心裏 根本不是屬於哈里斯 是拜登自己想要哈里斯 但這群建制派 其實心裏 根本不想卡拉哈里斯 那為什麼呢 樣子不熟 請我告訴你為什麼 樣子不熟 他要找一個更好的puppet 你猜哈里斯真是持續的嗎 後面一群人在持續的 是吧 所以一群人沒有祝福過哈里斯 尤其是參議院 尤其是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Chuck Schumer 說明他是不支持哈里斯 他希望健康競爭 Dick Durban 參議院 參議院 民主黨 亦都不支持哈里斯 OK 就算獨立出來的 一個候選人 其實都是民主黨左派的 Joe Manchin 亦都是這樣想 比較自己支持哈里斯的 是一個眾議員 叫做Promila Jayapa 這些基本上都是那些很卑微的人 不是那些大粒佬 大粒佬希望 拜登欽點來 大把其他的 那是 你有個優勢 現在的選舉基金 你去tap來用 那我們這班老了 這班老人家怎麼辦呢 沒得tap來用 現在的基金有多少錢呢 居然你核算過呢 現金9100萬美金 都不少 而另外加上其他 其他納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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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墨西根州的州長 墨揭根州的州長 或者你講的 賓夕凡尼亞州的州長 George Shapiro 或者你講的奧巴馬的老婆 Michelle Obama to the lighting extent 他們很難的 這些人出來選 他不會tap onto這筆錢的 他可以用的錢就是 民主黨裡面賬戶的錢 但是那裡相對來說 一定沒有這個 Biden Harris這個基金那麼多 他不可以直接用 Biden Harris這個基金 甚至不可以說 你有個賬戶 我是由Biden Harris這個賬戶 轉些錢到你的賬戶 行不行 不行的 這個違反聯邦選舉的financing法例 而他唯一能夠做到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叫做做一個 叫做獨立開支政治行動委員會 然後呢 全部塌在那個地方 那就可能呢 從這個地方規避一些法律 但一定會受到法律的挑戰的 所以難的 要有些取巧方式去做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錢怎麼解決 如果真的選舉是這樣 第二件事就是 鎮如果有競爭 是不是要一個聯合的黨內辯論 有一個迷你的一個 primary初選呢 而初選是不是夠時間呢 喂 我們以前在香港 那些民主派 什麼本土派 一起做初選 都辦好幾個月啊 現在今時今日 7月22日了 那你要辦初選 什麼時候辦呢 8月1日是road call 大佬 剩下十天都不夠的時間 但什麼叫virtual road call 就是8月1日要埋單 要所有的delegate 全部拍齊 然後進入到8月19日的流程 你要改流程可以 但是8月19日的民主黨 黨代表大會 Chicago 難道你不開啊 你不開 你不夠時間去交報名 去參選美國總統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的話 很難的 你自己剩下 我頂多 11月5日 11月5日 不能改的 有些人說可以改這些日子 No 11月5日 1月20日 寫在憲法裏面 不能改的 如果你說 這個都可以改的 Sorry 我想你們天馬行空這樣想 115和120是不能改的 其他那些你怎麼改的 你們每個黨自己決定 我就問你了 7月22日 去到那個日子 去到選舉日子 只剩下100日 這幫這樣的人 搞壞了拜登 拜登也都沒有驕傲 沒有雷氣 也都沒有辦法自己選下去 耳朵圓 原來他是深層政府的puppet來的 是個傀儡來的 他做什麼不如歸去 那大家知道 那今天一大多人上出來爭了 那我就問你了 怎麼搞 民主黨分崩離析 共和黨就團結熱情 大家知道勝負已判 民主黨搞到今天的局面 還要不要一個mini primary 要不要一個迷你的初選 而要辦要怎麼辦呢 難道不是直接在8月19日至22日 在芝加哥舉辦的DNC 直接做公開辯論 即場投票 而這樣 是不是可控呢 這幫這樣的三層政府 做得到呢 原來民主黨初選的機制就是 第一輪投票 是Pledged Delegates 是Pledged Delegates 但這是很tricky 就是大家Pledged Delegates去做 如果那些Delegates是沒有Pledged的 可能直接進入到第二輪的選舉 就是Super Delegates 什麼叫Super Delegates呢 就是黨領袖 黨的官員 前總統 前副總統 那些人 分分鐘成為Super Delegates 即是這些元老 決定事實了 即是看回 如果不是Pledged Delegates 你是所有Delegates 公開去選舉的 萬一有些地方有爭拗 是否最終是 那些Super Delegates 那些叫做 黨領袖 黨的官員 前總統 前副總統 可以最終決定 用哪個人呢 這就是我覺得 這些左派的政黨 相當荒謬的地方 看上去 會有很多事情在後面發生 換言之就是 現在極度不確定 是否真是公平地 由大概4700個代表人 Delegates 一人一票去選舉 而他們的決定 如果是一些Borderline Case 是否最終是一班Super Delegates 去做第二輪的最終決定 而這樣做法 是否等於密室政治 即是深層政府凌駕一切 這樣操盤法 很硬 霸王硬上攻 深層政府 很難看 是不是 第三個問題 副總統候選人 始終都要初選 就算你總統候選人沒有爭議 那誰做卡馬拉·哈里斯的副手 拜登沒有了 以前找卡馬拉·哈里斯做副手 現在這個副手變正 那誰做副手 這個本身 都很麻煩 這個是按照民主黨的黨規 必須經過初選 而這個 我剛剛說的 Open Convention 會變成一個 Murky Territory 會非常混沌 非常難看 那麼 我們看到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 幾大問題 還纏繞著的時候 就非常混沌 那你四千七百多個代表人 和七百多個超級代表人 Super Delegates 是玩這個遊戲 怎麼玩呢 現在很多 安慰不定的地方 哈里斯 會不會贏得到呢 我想機會都挺大的 我認為看美國政治那麼久 民主黨由哈里斯 贏得到這一場的初選 我想代表了民主黨的出選 幾乎成為定局 但裡面一定有很多牙齒人 因為涉及到前所未有 民主黨的建制派 用一個極左派的人 來成為候選人 第一 你不是中間分子 你是極左派 你怎麼贏呢 第二 我信任這群建制派 信任這群極左派 真的聽我指揮嗎 你看拜登 聽了這麼久指揮 又說自己要選到底 最後 地尺似乎脫疆夜晚 最後我一拍桌 他就馬上說自己退選 沒有用 我想拜登唯一一次 抗命深層政府的 就是說 我不選了 我要選下去 我要繼續選下去 這個是可能他最後 而且唯一一次抗拒深層政府的 而事實上證明是這樣 在想起原來他都自己刮自己一巴 不再選 可見呢 美國的政治是多麼多 深水區 而這個 這個 Kamlet Harris 他是一個什麼人 二年59歲 1964年10月20日出生 在奧克蘭出生 奧克蘭 而他在加州的奧克蘭出生 他的爸爸媽媽 都是民權活動人士 他爸爸是一個 亚米加的黑人 那他媽媽是一個 印度裔 即是他是印度南部 出生的一個印度人 兩個人呢 就是參與很多民權活動 而在讀書的時候就相識 那當然也都是 就是媽媽已經帶過 說Kamlet Harris 去過這個 Montreal 住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這個之前呢 父母是離異的 雙親是離異的 那媽媽和他 和他的妹妹 就一起同住 在Montreal 即是在加拿大 住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後來他回到美國 就在這個 霍華德大學 Halwood University 在Washington 即是Washington State 今天讀這個大學 那跟著呢 他在 之後入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San Francisco Bay Area 的地方讀這個法學院 那就是 加州大學的 三藩市 或者九金山分校 後來他做了 九金山 即是三藩市的檢察官 跟著去到 2003年的時候呢 也都做了 三藩市地區的 檢察長 希望呢 很多要求死刑 那些 全部不判死刑 左派就是廢死的嘛 OK 2007年 故意接任 Iowa 的奧巴馬 之後呢 奧巴馬當選 也是酬庸 他成為了 加州的檢察總長 2014年呢 再次連任的 所以他做了好幾年的 加州檢察總長 他支持同分 也都看到呢 他對於那時候呢 奧巴馬所做的 次案的救濟 251個計劃呢 有參與 那麼 大家看到呢 他是 2017年 成為加州的參議員 也是 史上第一位 南亞裔 因為他媽媽是南亞裔 南亞裔的參議員 第二位 非洲裔的 女性參議員 就是這個黑女 那這個情況 第二位 那麼 他就很要求呢 在警察盤查點 Police Stops的地方呢 要去查 Racial Data 要去看這個 種族數據 看看你有沒有 種族歧視 這樣 然後 交通違規都要用 種族去看你有沒有 故意違規 就是這樣的做法 那麼 如果你黑人違規多 那歧視 十個黑人 闖紅燈 你全部拘捕黑人 那你歧視黑人 這個就是左派 然後他很懂 磅大款的 埋堆的 那麼 除了奧巴馬之後呢 就是對這個 Bob Biden 就是 Biden當時的 長子 那麼 這個長子 當年2015年的時候 是腦癌死亡 那麼 他就 當時是 Delaware的檢察總長 那麼 Kamder Harris 是這個 加州的檢察總長 那麼 這個 Bob Biden 是這個 Delaware的檢察總長 那麼當然不想認識 那麼 就算 Bob Biden 後來因為腦癌過身之後呢 他依然跟那個 拜登過重甚密 所以才說呢 在這個 就是 拜登競選的期間 任命他為 副總統的搭檔 那麼 他的 這個 先生呢 就很出名的 就是Douglas Emhoff Douglas Emhoff 他有中文名的 就是任德龍 那這些名字 完全不是他們自己改的 是中共的僑舍幫他們改的 Kamder Harris 他的中文名叫 賀錦麗 我經常都不用 叫哈里斯 因為賀錦麗 是僑舍幫他改的名字 那麼他就 他就 將他的中文名改成 任德龍 顯然就是喬舍幫他改的名字 那麼這個所謂的任德龍呢 他以前都被揭發呢 是跟中國共產黨過重甚密的 他曾經做過DLA Piper 自己的歐華律師事務所 在香港都有的 就是免費提供給中國共產黨下屬企業的諮詢服務 並且聘任中共的官員去做事 他有沒有親身插手 不知道 但這間律師事務所肯定有 他有很多部門的主管都跟共產黨政協委員的過重甚密 甚至本身就是政協委員 這間我以前都在香港略之一二 那麼因為這間是相當親中的一個外資事務所 那麼這個中國投資服務部門呢 有140多名的律師 那麼包括在香港 那麼現在可能撤了很多了 因為大家知道經濟不振了嘛 那麼他是屬於 館是娛樂的Entertainment Lawyer 即是賭博啊 娛樂啊 賭場啊 體育啊 IP啊 科技啊 尤其是賭場 很多Casinos 都是他這個部門的客戶 那麼他做2017年成為Partner 那麼這件事呢 顯然是有這樣的問題 好了 這是他先生而已 你說夫禍不及妻嘛 是吧 但是你想一下 他們兩個和共產黨過重甚密 兩個中文名都是中共喬社賜給他們的 而賀錦麗 即是這個哈利斯 和這個Emoth 就沒有生育的 但是Emoth 以前有婚姻 他和他前妻呢 就有兩個子女 那麼他於是 這個Kamlet Harris 就做Step Mother 做後母 兩個人的名稱就叫Ella 和Co 好 OK 那你想一下 在整件事裏 Kamlet Harris 是 第一 被交託好幾件事 第一是 在外交上處理中東問題 大家知道 就是 黑以色列 哈馬斯的問題 伊朗問題 一獲足 第二個被交託的問題 就是叫做移民問題 中美洲 南部邊境 在美國南部邊境 非法移民問題 越做越和 第三個問題 選舉權的改革 其實這些東西 越改越和 再說一次 美國真正的選舉權改革 就一定要做的 Foto ID Same day voting 郵帝投票除非非常必要 否則的話 盡量是取消 實體投票 點票要人手 公開 唱名唱名張張點票 這個才是公平 公正的制度 如果你不需要有 你不是citizenship 沒有proof of citizenship 沒有photo ID 你可以去投票的話 是多麼笨 而Kamlet Harris 有個選舉權改革 就是給這些非法移民 有機會投票 是不是覺得荒謬 這件事 三個交託的任務 完全是失敗中的失敗 我怎麼可能支持這些人 墮胎權 甚至無謂堅持婦女有墮胎權 反對Rovie Wade這個判決 大家很清楚 這個左右派爭論 我就不予置評了 我當然是認為每個州 有權決定自己墮胎權的問題 她也是對於女性 青年 有色人種 非常催谷 就是那些Critical Race Theory 在學校教出來的那些 扭曲美國歷史的東西 她非常催谷 她和AOC那些過重審問 另外她在極左派 當然推動大規模福利國家的依改 另外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大麻合法法 為無政移民入籍 搞所謂的夢想法案 禁槍 是頂住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的 另外就是搞進步稅務改革 意思就是說 大幅是徵收中產和富人稅 也都是在提名階段 攻擊現任的大法官卡瓦洛 這個是特朗普去任命的一個 保守派的大法官 在任命階段 就爆他性侵的東西 最後都知道這些全部都是造假的 這個就是卡瓦洛洛洛 你說 我們平心而論 再情再理再發 怎麼可能支持你 而整個民主黨搞成這樣 最後會不會有一個強棒出擊 大家一起眾聲鼓叫卡瓦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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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所以的选民重要是说 因为我要反Trump 所以一定要投Karmel Harris的话 我想你的脑筋有问题 有病的 真的要好好反省 看医生都没用 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 究竟你在想什么 民主党之所以成这样 民主党之所以失败 就在于观观相互 用假话 用谎言 用隐瞒 对于拜登的病情 交双策 对于Karmel Harris的支持 欲言又止 后面深层政府要说的话 也都不开诚报公 整件事就会倒档 我不会觉得可惜 我会觉得有趣 我会认为拜登如果继续选 当然对Trump会更有利 但你说拜登不继续选 会不会对Trump更不利呢 我觉得又不会 我看回各方面的民意调查显示 其实Harris顶了Trump 顶了拜登的位置 应该是与拜登现在的支持率 相差无几 更何况是否Karmel Harris 顶了这个位置 都是一个大文号 即是说这帮建制派 分分钟推举另一个人 听话的人 听话听教的人 去选 是Michelle Obama 还是刚刚我说的这些 Mac Gavin Newsom Gretchen Whitmer George Shapiro 这些州长 不得而致 但如果推他们出来 选 结果会不会更加好 那些民意调查都知道 不会 都是会输给Trump 那会不会出个王牌 Michelle Obama 不得而致 一旦这样 一定有些龙争虎斗 最后 刀刀见血 祸祸祸 打到乱七百糟 打到牙脱 脚脚脚脚脚脚脚 这样才完 是不是要这样呢 这个就是 剩下的时间 还要无多 接着你不知道 要说服民主多人支持你 要说服中间选民支持你 更难 如果刀刀见血 有些人输了 是自己支持那个候选人 不投票 投废票 那你已经玩完了 所以去到今天这个位 是真是 第四十七届总统 我想是川普 督定当选的 这个是我的结论 今天看看这群猴子 如何玩这个猴子戏 我完全觉得是 可笑的时间 和垃圾的时间 已经开始了 好戏上在口头 我们慢慢去研究 我们待会再讲其他议题